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圓滿雙色果子的部分 我們南瓜先用熱開水泡軟 大概泡個五分鐘到十分鐘 皮泡軟之後等一下要切會比較好切 馬鈴薯的部分我們就先削皮 加完皮之後再來洗就可以了 南瓜我們泡過熱水之後 我們就可以先來把它切開 把紙去掉 南瓜皮的部分我們稍微把它削一下 加完皮之後再來洗就可以了 圓滿雙色果子的部分 我們先把馬鈴薯切片 等一下進電鍋針的時候會比較容易鎖 南瓜部分我們一樣切片 南瓜先放到電鍋裡面 外鍋的部分大概加兩到三倍的水 馬鈴薯也到電鍋裡面 一樣外鍋加兩到三倍的水 切下去蓋起來就可以了 蔓葉美跟葡萄乾 我們就用熱開水稍微沖一下 然後把水濾掉就好了 馬鈴薯我們已經蒸好了 把它夾出來 有一顆等一下要做葉片的部分 趁熱我們把起司先放進來 葉片的部分我們就放抹茶粉 兩小湯匙就可以了 趁熱把它打成 然後大概一顆馬鈴薯就一片起司 我們準備一個塑膠袋 上面稍微抹一下奶油 等一下馬鈴薯或南瓜泥上來的時候就會黏 記得每一次都要先抹一下奶油再放 然後中間包一點葡萄乾 放起 讓它變成小團子的形狀 把它拿出來 葉子的部分這樣一小頭就夠了 把它稍微整平之後 用牙籤稍微壓一下就可以 後面稍微把它捏尖 直接放上去 然後一顆葡萄乾 南瓜我們已經蒸好了 我們就把它加出來 它因為下面有水分 所以不要去弄到它 南瓜的部分把起司先加進來 那看個人口味兩片或三片都可以 那這邊就先加兩片 那再加半碗的杏仁粉進來 把它倒成 南瓜你因為有點太濕了 所以我們把它炒乾 稍微收乾水分之後 就把它放涼 我們再來做南瓜上來 中間包麥芽 盡量捏圓 把它整平 葉片也是不要太多 把它整平之後用牙籤壓一下 直接放上去 然後一顆葡萄乾 圓滿雙色果汁 完成 然後再加進去 再加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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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進去